苏丹爆发内战超过一个星期 死伤人数早已经突破3000大关 另外有大约2万名苏丹人逃离血腥家园 到邻国乍得避难 还有一批外国人乘坐军舰 成功抵达了沙地阿拉伯 交战双方多次无视停火协议 却都异口同声地认为 战争里没有赢家 只是双方都开出了超越对方底线的条件 看来这场内战之火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适逢开斋节 苏丹武装组织快速支援部队 单方面宣布停火72小时 好让人民尽快撤离 这道指令言犹在耳 但星期六首都喀头目一带 依旧黑烟冲天 临近城市恩图曼和巴赫里 还有居民目睹交战双方炮火相向 这场不见尽头的血腥战争 迫使机场关闭 数以千计的外国人受困 不过苏丹政府军透露 在距离喀吐木大约650公里以外的港口 协助疏散人群 当地媒体报道 一批沙地阿拉伯人和其他国籍的民众 乘坐军舰成功逃离苏丹 抵达沙地港口城市吉达 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统计 苏丹常年动荡 至今已有大约40万名苏丹人逃到邻国 炸德躲避战火 分布在边境的14个难民营里 过去一个星期 也有一两万人逃难到炸德 以妇女和孩童居多 但随着战事越演越烈 估计还有至少10万难民大军陆续底部 第一件事 comme je l'ai dit le grand besoin aujourd'hui c'est de l'eau tout de suite ce sont des gens qui sont venus avec des petits stocks alimentaires ils ont tous quelque chose pour quelques jours ils ont parlé de 3-4 jours donc c'est à nous maintenant d'intervenir aussi très rapidement au niveau des humanitaires j'ai vu déjà sur place des humanitaires au niveau de la santé qui prodiguaient des soins mais on a besoin de faire ça et on a notamment un camion un convoi de camion qui vient de quitter N'Djamena ce matin pour transporté 10 000 tonnes pardon 340 tonnes ce qui est équivalent pour nourrir 10 000 personnes pendant deux mois 在战事中 陷入胶着的快速支援部隊 領導人莫哈默-Hann 接受阿拉伯 衛星電視台专訪時 澄清这支部隊 和俄羅斯雇佣軍組織 瓦格纳集团无关 也向苏丹人民道歉 強調部隊为人民停火 也支持国际倡议 偏偏政府军 多次无视停火协议 尤其是政府军总司令 布尔汗 更是难辞其咎 政府军方面则谴责武装部队卑鄙 藏匿在平民区躲避炮火 反止对方不受控 才无法实现停火 而政府军的市场始终如一 迈向公民政府平衡全力 不再发生任何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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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嘴上说得大意凛然 只是他们都开出了难以达成的条件 例如快速支援部队要求苏丹政府军总司令 布尔汗和他的下属必须投降 而布尔汗则一再强调 无论日后签署哪种和平协议 快速支援部队都必须要纳入军队 这场已经夺走413个人命 超过3500人受伤的内战 还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终结